謝謝主席 今天再安排 再度的安排氣爆的問題 其實這個是相關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整個救災的程序 SOP的流程 我們請衛署長 我們請衛署長 前衛員好 衛署長 從氣爆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那是7月31號 7月31號到現在 氣爆發生到現在 不是8月17號氣爆嗎 是吧 是7月底 那就半年了 差不多 半年了 那半年中間你們這樣子官員 跑台北開會 跑高雄 多多到台北開會 有什麼成果出來 如果這個事情再次的發生 你們要怎麼辦 有沒有這個策略出來 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環保署對這個事情 主要在當天發生事情 當時我們就是 有我們的技術隊 我現在不要講當天 整個過程 很多委員都在罵說 怎麼樣怎麼樣 當天沒有處理好 現在事情都過去了 接下來你們如果再發生要怎麼做 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來講這個相關的公安 環安 勞安 由我們有政務委員開很多會議來做 我剛剛說的意思就是在環保署 在這一塊呢 扮演的角色其實沒有那麼強或那麼多 沒有那麼強 對 裡面還是責任不清啦 訓練不足啦 當天氣爆發生了一天 都還不曉得那個是什麼氣 會不會爆炸 對不對 我們收到通報從 就是從那個 我們的所謂以前叫做 獨在應變隊 我們就有趕去嘛 到現場 我們接受現場的指揮官的 我們跟他報到以後 根據他的指示 我們到下方處去設戰 已經採集了氣體 但是正在驗的時候已經發生爆炸 所以當時沒有撤出來 你們現在根據毒性化學物理 那個物質處理管理辦法裡頭 環保署全國設置有7組的這個 毒災應變隊對不對 是 每年還編數十億耶 數億運作經費 那環保署在實務上 應變隊裡頭呢 所有的災變的發生 出現這個特種專業人員 還需要消防隊特殊的處理 對不對 並要提供當場的指揮的意見 可是呢 你們到現在為止 環保署好像只有做監測 把這個權者全部掛到地方 這種事情 這麼重大的一個氣爆的事情 應該是要 事權統一中央地方一條邊才對嘛 你們現在還沒有 環保署跟環保局的建制 我剛剛問你的 你現在還沒有講到這一點耶 我們的建制就不是一條邊 沒有辦法 還是要分工是吧 還要推給地方 我們是負責監督 我們負責中央政策法令的制定 我們有監督 但是事實上由您所知 這個不是一條邊系統 它有地方自治的成分在裡頭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一個地方中央事權 裡面還是在分嘛 那想把化學這個災害應變責任 推給地方政府 還是這個態度啊 沒有推的意思 沒有推的意思 你們還是推這個態度啊 那消防隊消防室是一條邊嘛 對不對 碰到事情我們在兩個鐘頭之內 現在就會由剛才講的那七個所謂的應變隊會到達 那在事件通報的時候 我們當場就會由電話或者用傳真 給予這個一些諮詢的建議 這是目前的做法 經濟部 沈市長 市長他那個請假 我們現在就是市長副局長 工業局副局長 委員好 我是工業局副局長 經濟部環保署 你們負責的是什麼 都是中央的這個工作嘛 你們如果災害應變 在災害發生的時候 你們的負責是什麼 你們的責任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經濟部的部分呢 當然就是負責在中央部分 過去在這種地下工業管線的時候呢 他因為在處理上比較沒有那個經驗 所以在氣爆之後 我們現在有在防廢爆呢 就指定經濟部為中央的災害應變的一個主責單位 主責單位 不是環保署來主責 沒有就如果地下工業管線 他在行政院上已經指定 在災害會報指定經濟部來做主責單位 那擬定相關的災害防救計畫 那我們在地方上面有幾個工業區 好 你等一下不要走 我想請問我們署長 我在104年 預算的時候有凍結部分的這個預算 就是說要求環保署 委外七組的獨災應變隊的承攬單位 所有的應變隊員應該採取化學災害應變防救 就是訓練時事的認證 訓練時事的認證 訓練時事的認證 那麼這個有關建立相關政見的證照的制度 黃保署現在進度怎麼樣 黃保署有沒有 這個我要請同仁來說明 我有凍結這筆預算喔 你們現在訓練得怎麼樣 我們已經希望能夠來跟您報告我們的進度 但是我現在手邊沒有這個資料 現在已經在104年的預算當中 我們已經凍結你們還沒有在動啊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委員的指示 我們已經在做評估了 應該是這樣講說 因為國內沒有一個專業的訓場 你們這些人就是委託一些大專 那一天你看那些實習生 那些大專的學生到現場能夠有什麼用 一定要有證照嘛 他並不會是一個學生的身份 他是在工作之餘去進修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依委員的指示 去規劃相關的課程 那因為國內沒有專業訓場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完成 那現在有沒有在做 現在已經在做 他們原來就有一個訓練的制度 只是沒有把它寫成一個制度化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訓練 都把它的時數跟課程去把它律定下來 然後並且會把它做成一份的 那個相關證照的制度下來 因為證照的制度 把它弄成制度 證照制度可能要配合法規修正 所以我們現在是先走一個 法規修正你們要做啊 如果要做的話 你看我動起來你們不影響是吧 所以你們到現在還是沒有動 我們有在做執行 但是可能 我只是問看看啦 只在做執行 你們根本還沒有做啦 你們等一下之後 是不是請署長 請他們來報告一下 我統稱你們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精神分裂的化學災害防救體系 真的是非常的亂 專業界不是不斷的在要求說 你們要事權統一 主管災害應變中心 中央單位呢 要全面的修改這個 這個所謂的精神分裂的 這個災害防救設計架構 可是你們到現在你看 防救災害有三點嘛 事先管理預防對不對 事故應變救災 然後呢 災後重建復原 這三大部分 可是你事故應變救災 這個部分呢 就只同作戰 你們現在事情發生了 還沒有去把這個作戰呢 再用高度的專業 來做一個統合 然後呢 你們以為 我隨便官大學問就到了 就可以來做這個事情嗎 這個一定非常專業的 不是你署長可以做 所以有不同的 也不是行政院長可以做的 也不是行政院長可以做的 跟委員報告 就您講的 他各有專業 要有專業人員啊 比如說飛機事故的話 那個飛安事故的話 他是交通部嘛 那剛剛我們這邊也提到了 是啊 我現在提醒你們就是說 工業管性的話是經濟部 今天不是署長講的算 經濟部長講的算 不是的 你們要去培訓專業人員 出來管這件事情 關於 而且這件事情已經發生半年了 你們整個SOP 如果再發生 要怎麼處理 你們都還沒有弄出來 關於本署的毒性化學 這是你們辦事的態度嗎 陳門你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在證照和訓練的制度 把它更規格化 證照訓練 你剛剛也答啦 也還沒有啊 也還沒有啊 我們正在進行之中 洞你們的預算 你們都無關緊要啊 我們非常積極在做 我願意這一點你放心 但是有很多是法制作業 法制作業有一定的程序 法制作業也要趕快積極 萬一明天又氣爆你怎麼辦 還是一樣啊 上次的氣爆事件 並不是化學毒性物質 上一次是丙烯 它是一個爆炸性的工業氣體 好 爆炸性丙烯 還有什麼 丁2C 那其他的就不會爆炸嗎 其他會不會爆炸 所以這個部分 在行政院的部分 還有在經濟物質等 其他會不會爆炸嘛 署長 有很多氣體會爆炸 當然啊 但是它不是我們環保所主管 所以您問我的話 你們現在一再的在講這樣 不是你主管 不是經濟部主管 不是消防署主管 那是誰在主管嘛 你們這個東西都還沒有討論好 這個工業性的爆炸性的 有爆炸危險的氣體 就是剛才我們工業局副局長 已經跟您報告過了 扁熙要跟署長講的 就是說要主張這種災變 一定要中央地方 要一條邊來運作 行政院現在我們也有 這個災防辦公室 做一些統籌這方面的工作 那你現在環資部還沒有刪讀生肖 署長 你是不是在近期內 把他提出一個災害防救法出來 這個災害防救法 並非環保署或環境支援部所主管 那誰要來提 應該是內政部主管吧 這個事情 內政部 好 內政部 環資部還沒有通過嘛 你們在還沒有通過之前 這個法令是不是要把它 趕快來做一個 災害防救法的訂定 報告委員 災害防救法是內政部主管 那因為災害防救的話 我們會針對不同災害 也會指定不同的 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啊 所以這個很重要啊 你們在環資部還沒有通過之前 可不可以拿這個 一個月之內拿出來 不是 可是我們現在其實 有災害發生已經有指定 就好像說我們像實化管線的話 已經 我是說你們要趕快修這個法嘛 不是 我們的法 目前的架構事實上是沒有問題 那像這個毒性化學物質的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環保署 那工業管線的話呢 目的事業主管是經濟部 那目前已經都有按照相關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啦 這種東西這麼重大的氣爆 就是要中央地方要事權統一 要一條邊這樣下去嘛 你們還沒有做這種規劃 還是要環保署 又是內政部又是經濟部 到現在還沒有整合好就對了 你們開了那麼多次會在開什麼 沒有一個人可以講出來 包括委員 因為有關 我現在是說你們要不要趕快修這個法啦 災害防自由法的修法提議 在環支部還沒有刪讀通過之前 有關這個法的架構 目前似乎沒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委員指示的話 我們會再跟相關部委員來做檢討 好 沒有很大問題 接下來我來跟你談問題在哪裡啦 然後你下去 那個署長 這個是不是你管的啊 塑膠袋 你看外面的塑膠袋 全部都在裝肉食 美國早就已經不能裝了咧 美國 日本都不能裝咧 你們要不要管這一部分 這個可能也有致癌的一個層 一個非常高的機率在裡頭咧 環保署主要是 就是管污染物的環境流布啦 那塑膠袋以前有禁用現用政策 目的是要減少它環境危害 但是它怎麼使用 其實不是環保署能管的啦 你們去規定啊 你們去規定說塑膠袋不能裝肉食 現在小攤販 整個一些裝肉食的全部用塑膠袋 不是在你們這邊規定啊 我們是做環境流布啦 環境流布啦 好 環境流布 好 謝謝 OK 謝謝 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陳傑委員跟官員 我們接下來請江蕙鄭 江委員 謝謝 謝謝